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房屋問題都是種中之重的 尤其是基層住屋的問題 排公屋其實輪候的時間都是很長的 簡約公屋的計劃就可以幫到他們 現屆政府推出了簡約公屋計劃 五年之內提供三萬個單位協助 基層盡快可以先上樓 首期一萬七千個單位 今個月陸續是動工的 房屋局方面昨天提交了 立法會的最新文件有些披露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亦是房委會的資助房屋小組成員 梁文廣 跟他談談 早安 文廣 早安 各位聽眾 早安 早安 知道文件提交給立法會 都有些新披露 政府建議大幅修改第二批 一萬三千個簡約公屋單位選址 當中有甚麼變動呢 其實莊東最大的變動 第一個就是 之前我們經常說 一個位置比較偏遠的 連唐美的項目 今次決定不再推 上水那邊 對 上水那邊 然後加入五個空置校舍的項目 將它改建成為教育公屋 另外亦會新增了馬安山一塊 現在是一個像舅長的土地 行江街那一幅 應該是 沒錯 馬安山的土地 就會增加一些新的教育公屋的數量 最後就是將柴灣屯門的一個 裡面提供的教育公屋的數量也增加 以及將小嵐落安排的 我們之前也說 它是位置比較差些 民生設施比較少些的 教育公屋的規模屬勢 但是經過這個增加屬小的過程 整體的供應數量就沒有變到 嗯 那你看回它今次 就是將選址上 都作了不少的一些修訂 可能一些偏遠的 暫時就不要 就去一些比較市中心一些 以及都改建了一些校舍 其實這個改動又怎樣看呢 這個當然是非常歡迎 因為在第一批 假育公屋的審批的時候 其實我們立法會員 或者社會上面的聲音 都是覺得之前 會不會選擇太多新界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民生設施都不是很足夠的 交通便利配套都不是很足夠的地方 改了做假育公屋 擔心會影響假育公屋的吸引力 或者是未來居民住進去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不方便出現 所以這次這個改動 就見到 火局和政府 聽到社會大眾上面的訴求 希望爭取更多一些市區 抗市市區 或者一些民生社區 交通配套都較為完善的地方 可以給一些假育公屋出來 我們都見到政府 有些想法 聽到大家的意見 希望假育公屋的錯誤 我可以推薦得更加順利 這次的突破點 經常都說空置校舍擺在這裡幾十年 都不知道為什麼 終於跨政策局了 房屋局問到教育局拿了校舍 全部都是主要在市區 和屋邨裏面 就算是隔了一條街的 彩石里的 英姓的西景民中學 其實對面就是啟業村 旁邊也是重建的啟德大廈 都有支援配套 但是由學校改建成為 簡易公屋的工序 或者洗手間 都要加很多工序 這些渠 有沒有信心克服到呢 我初步了解問題是不大的 因為其實之前已經有一些 類似過渡性房屋的項目 都是用空置校舍去改建 相關的技術或者想法 不是天馬行空的 已經是做過的 所以在技術上 應該是問題不大的 另外就是建築的成本上面 因為其實現在大約計算 用空置校舍去改建 一個簡易公屋的項目 一間大約是50萬人左右 跟現在外面推展的 過渡性房屋的價值也差不多 所以也是比之前 純粹建一塊 什麼民生設施 什麼基礎設施 風火水電都沒有的 土地上要搭這些進去 然後再重新建的成本 更加化算 不過有一個問題 你看回 就是根據空置校舍的名單裡面 其實有幾間學校 原本已經是打算 作為長遠作為公營房屋用途 如果用來先做這個簡易公屋 會不會拖慢市區公屋單位的供應情況 這個應該不會的 因為他們本身那幾塊地 如果未來作為雷公屋 或是農子居或是居屋都好 其實他們的時間都不是在 現在所謂的營運時間 那七個月再加五年之內裡面發生的 所以只要我們原本 搞公屋的方向 都是希望解決眼前 有一群住在劏房居民 可能在短期內 未上樓但居住環境很差 希望幫到他們改善生活環境的話 如果像剛才我們提到 七個月再加五年期間之後 才交出去公營房屋 這個時間上應該不會太大影響 還有在這個村裡村 又在這棟新一些的 即是在政策上都要想想的 將來 是不是真的適合呢 你們在社區 可能在重建的時候 可以一棟新速速的 真是不知道 譬如你說到順安 順安村 那些都會有很大的歷史 現在彩虹村都 立入了這個重建 現在順安裡面 也有兩間小學 用來改善公屋 反而在這個過渡期 真的適合可以填補社會需要 將來再慢慢想 從長計議 當然 這也是一個 其中大家會想到的方法 不過 當然 這幾個 特別是針對幾個生效 社交公屋的選址 其實都還有一個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的 因為過去 改善公屋 為什麼會想在新界 或者他們想在新界 會比較大規模 因為同一時間 希望在交公屋社區裡面 可以提供到一些 民生設施 給居民使用 現在我們看 用這幾個 空置校舍的改建 規模小了很多 每一個 可能都是百多個單位 可能就未必可以提供到 有足夠規模的 民生設施 給到交公屋的居民 而相關的一些 可能用途的設施 就是要靠現在的社區裡面 附近已經 現在已經完善了的 東西去提供 所以可能對於 現在現有的社區裡面 都可能會提供 多些支援 因為可能舉例一些 社服設施 或者一些 輪美之間發展 社區關係的 一些用途的功能 的團體 或設施都好 可能現在的公屋 就未必可以完全 做得到這麼多 因為你的規模小了 可能依靠在社區裡面 現有的 可能都要給予多些資源 這些社區本身存在的團體 去增加我們服務 令到它那個涵蓋的面 可以包括現在的 簡約公屋的居民 我想這個 都是需要考慮的了 在將來 這個都要平衡一下 因為如果你本身 區裡面 都有一些不少的居民的話 如果都有一些校社 轉了做簡約公屋的話 自不然住的人會多了 需要一些社會服務 都會多了 這方面其實 會不會再跟進一下 這個當然我們都會跟進 而我們了解 應該相關的處理 現在市區裡面 有很多角度性房屋的項目 其實他們都有提供到 一些基本的 叫做倫理之間的社福 或者是輔助到 甚至是協助關懷的一些 服務或者設施 這個在現有 甚至百多個單位的角度性房屋 都有的 當然它本身也要依賴社區裡面 其他的社福設施 或者是民生鐵師 所以這個協助 現在本身 在過度性房屋的項目都在做 所以現在做得好的 希望將來要參考 到這些新的教育公屋的項目裡面 繼續去做 繼續去推行 我相信 居民的基本的影響 不會太大 另外你看回 改裝簡約公屋的校社 這個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得到 但首先 現在基本簡約公屋的目標 現在說了十萬個 就是現在全數出來 但未知是否需要再增加 如果有機會需要增加的話 空置校社真是一個出路 因為其實之前幾年 一直以來都是說 空置校社的存在 為何好像沒有好好利用呢 在社會上也有很多討論 這次真是一個挺大的突破 就是終於 國局和教局可以跨局 終於善用了些資源 光是聖約室那個校社 看著他搬了學生去新校社 在彩雲村對面 現在在觀塘道 說黃金地段出去 什麼巴士都搭 空置了十幾二十年了 今次終於有了 有很多討論 說沒有線用好的空置校社 今次看到不同局之間的協作 終於都用地盡其用 物盡其用 這是好的發展方向 梁文廣眾 順便跟你談談 下星期一 就實施公屋新的扣分制 可以說用加勒來形容 跟垃圾徵費是否有些關係 例如胡亂扣垃圾 胡亂棄枝垃圾 由以前扣五分 就加到扣七分 扣滿十六分兩年內 就踢走了 公屋居民 是否有心理準備 因為這個措施都說了 實施呢 即將會在18日實施的 其實都說了 通過了很多個月 正式都開始推行 這個叫做 加強版的屋村管理扣分制 我覺得不是為了要踢走公屋居民 主要是希望讓公屋居民知道 原來你剛才提到的 基本亂拍垃圾 可能動物隨意便利 這些其實不是小事 是會影響到社區環境衛生 所以要將扣分制加強了 簡單就是讓他少一次機會 今次有九項加強了扣分制 其實都會將他 以前好像剛才提到 亂拋垃圾 他本來可以 雖然說 他可能亂拋三次 第四次才會趕他走 今次就不行了 只能夠 兩次第三次 你就要扣足分 你就要收屋 捉到才算 捉不到那些 真是難搞的 要自律的 不要想著捉不到 要自律的 當然 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不好的行為 當然也有一些 我們俗稱是比較 要嚴正的發言 包括 其實有些只是容忍你一次 包括你將單位出租 或者是 偷取了防衛會財物 其實這些以前 在這些屋邨 都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雖然說 好像是否偷什麼房 防衛會財物 好像很大 我們以前也見過 整個在大堂裡面的 風托機 或者吹風機 都拉回家 都可以這麼誇張 都聽過 可以這麼誇張 都見過 其實這些都是要表達 嚴重性 最重要的手法 以及善用公屋的資源 因為排隊的人 都等很久才能上樓 今天我們跟梁文廣談到這個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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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